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大家好,我是平客,不是平一静 现在东京下气热雪 昨天的气象预报就说 今天东京会从早上下雪下到中午 所以我就又出来拍雪景了 这次呢,我会去一些老地方 像是前草寺,以及一些新地方 像是金户神社以及澀谷 希望能够顺利的拍到 如果你也喜欢看东京的雪景的话 那就请一定要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好哦 这部影片看到这部影片 也很推荐 大家可以到淺草文化观光中心 然后去看淺草寺的风景 因为现在大概才快九点吧 所以其实很多店都还没有开 那这个雪呢趁着这些油厂会的贴卷们 也是没有一分的风情 虽然有称赏了 但还是会被迎面而来的雪花的公子 感觉有很多是来参加小学旅行的学生 风太大了 结果伞就变这样了 踩回来了 踩回来了 到面上 你一会儿 哇,我的傘上面積雪了 那我現在要去金戶神聖那邊看一看 雖然他距離前草大概要走15分鐘 對,不過因為前草寺雖然很美 但我已經開了好幾年了 今年想要換個口味 雖然地上還沒有積雪 但是植物的葉子上默默的有積雪耶 大家看遠方的晴空塔 現在就是若隱若現 我現在越來越靠近金戶神社了 我現在就跟他講一句了 我先回家的高雄 我只想要去金戶神社 我先去金戶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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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家看这个桌面上面都已经被那个小雪花给覆盖了 好可爱哦 现在下起来感觉好像比较接近 我早上什么都很年轻 所以点了一个热可可 那我现在来到了平川站 原本是说要先去色谷的 但其实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要拍樱花雪 所以我决定要去忍原神社 我就是先到新马场站 要去新马场站的话就要转经极限 到新马场站了 但现在看起来真的比较像是雨混雪 希望它等一下能够稍微再下搭一点 这一条川呢其实也是沐碧川哦 终于要实现樱花雪的梦想了吗 但其实我以前也有拍过樱花雪 有在我频道非常非常非常前面的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就短短的 那也是非常的漂亮 《人缘神社距离平川不远》 是每年二月初我心中大推的早阴景点 这个时期除了热海阴 及上一部影片的土肥阴外 东京也有几个地方看得到樱花 《人缘神社》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地方目前还算冷门 但我有收录进我的第一本著作 《东京樱花自由行哟》 这本书公开了我今年累月收集的 《东京樱花景点》 从二月初到四月底都有 因此也有很多小众景点 详细书本介绍可以看右上连接 带上它到东京赏音 就不怕没有满开樱花看 《东京樱花距离平川不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觉得蛮可惜的 其实刚刚下车的时候是有一点雪 可能雨雪混合这样 刚到的时候有看到一点雪 现在完全已经是雨了 没有拍到樱花雪觉得好难过 但没办法 现在想要去别的地方 因为色谷还在下雪 好像啦 很可惜抵达色谷站后发现只有下雨 虽然路边疑似有几个小时前的积雪 为了赶快将这部影片剪出来 我便匆匆回家开始剪辑啦 这次的雪下得让人措手不及 不过东京真的难得下雪 所以不管是大是小 都会让我想要再找地方拍摄 去年我也拍了不少雪景影片 欢迎大家到我的频道观看 那之后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的四季风景 接下来要来东京赏鹰的话 可以购买我的第一本著作 《东京樱花自由行》 带大家从2月初赏鹰赏到4月底 像这部影片的人员神社就收录在里面哟 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